好,今天想要来跟大家聊一下react里面这个useref的使用 那我们一样来到官方文件的这一篇文章 那接下来这几篇文章呢,就会在这个iscapt hatches里面 那iscapt hatches的意思是什么呢? 它的意思就是说,英文它是叫 有点像是说摆脱困境的出入或解决困难的办法 那这个有点像是说,当你真的碰到一些问题需要用的时候才会用到它 平常你可能没事的时候你并不会用到它 所以它这里都放在这个iscapt hatches里 但并不代表说它不重要 其实这里面的原文当中,我觉得都蛮重要的 那我们今天就先来看一下这个ref 那这个ref是什么呢? ref其实有几种不同的使用情境 那主要就两种,一种你可能会把这个dom元素存在ref里 一种是你会把一些值 一些你想要自己控制的值 不会叫react控制的值呢 你也可以把它存在这个ref里面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最基本的用法 那ref其实用法不难 那比较说,比较需要知道的是它使用的这个时机 那第一个,假设我们要用ref的话 我们一样从react去把它input进来就好 那它使用方式很简单 你在useref里面你就可以带入一个 你想要被保存或自己控制的值 然后呢,你就会得到一个 它会回传一个物件给你 在这个物件里面呢,它就有一个叫current的属性 这个current里面就有你带进去的值 那这个current,所以你要拿值的时候都是用这个ref.current去拿 那这里面不只可以存数值 你想要保存什么东西基本上都是可以的 你要存物件啊,存booling,存字串都可以 那有一个重点是这个current呢 都是要自己去控制的 就是react不会帮你去管理它 你要去改变它的内容 你都是自己用你平常知道的javascript的方法去处理它 它就像是给你react提供一个地方 提供一个变数 对,提供一个变数的空间让你去存 那你想要怎么操作,你就怎么操作 所以我们前面有提到说 在react里你尽量不要用到一些 mutate的方式去改变变数 因为react不会知道 那同样的这个ref呢 它算是react给你的一个地方 让你去存这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你是可以用mutate的方式去改变它的 那你用了这个mutate的方式 也就是说你可以直接写ref.current等于什么东西 直接去改变它里面的内容 那也是因为这样的特性呢 所以react其实它改变的时候 react并不会去监测到它的改变 所以react也不会去触发rerender的动作 所以我们现在会知道说 其实过去我们如果想要保存一些资料状态的话 一个就是我们最常知道就是用state的方式 那另一个呢 其实就是这里讲的这个ref 但是使用ref跟使用state的时机差非常多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提供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例如说它这里有一个click 所以一开始使用的时候 我们会import这个useref进来 然后你就会得到一个ref 那这里我想要做的是 点一下的时候它就会写1 再点一下会变2 OK就一直累加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把它保存起来 点第一次的时候呢 它就会是ref.current再加1 所以它会把这个值呢 再把它传进去一次 所以过去如果我们是用state的方式去做呢 我们可能就会再呼叫setstate 让它去重新更新 那为什么这里不用setstate的原因 是因为你会发现说 画面上其实并没有要直接拿来显示 它点了几次 而都是每次它显示的都是在使用者点了之后才会显示 也就是说我们的画面上并不需要去做一个re-render的动作 这个很关键哦 使用state的时机是因为你希望这个 使用usestate的时机是因为你希望这个值改变的时候 能够触发画面的一个re-render 那useref呢 像我们这个画面里面 你并不需要 它点击之后 你并不需要去出这个产生画面的re-render 因为我的画面上根本没有显示说 它被点了几次 这时候呢 如果有一些变数是需要改变 但是它改变的时候 不用被re-re-render的话 就非常适合用这个ref来保存 那所以它这里提到一个关键 这个虽然是蛮重要的一点 什么时候要用ref 什么时候要用state 基本上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是用state 但少部分的时候呢 如果说你的这个component 这个值改变的时候 你不需要让re-act去做一个re-render的动作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ref 所以它这里有提到 ref就跟state一样 它都是re-act能够保存值的一个方式 而且在每次re-render的时候 记得吗 每次re-render的时候 其实re-act都会重新去执行是这个方式 那所以第一次是0 下次变1 re-act会知道说 其实它上一次是1 然后再重新一次 它会知道这个是2 所以re-act会把这个 你放在useref里面的值呢 保存起来 但是呢 它和state不一样 你用setstate呢 它会去触发这个元件的re-render 但是ref不会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差别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哦 那你会 你可能会想到说 所以好 我们来看 所以我点了第一次它会写1 点了第二次它会写2 看起来很正常 那你可能会想到说 那为什么不要把变数定在外面就好 例如说像这样子 一开始是0 定了一个count 那我就不要用ref啊 反正我可以自己去控制这个变数嘛 所以我就是像这样子 我把ref都改成count 那我们来实际执行看看 为什么这样不行 点了一下1 再点一下2 再点一下3 看起来是不是跟我们想的完全一模一样 那为什么不能这样定 大家可以稍微想一下 为什么不能把变数放在元件的外面 为什么一定要用ref 反正这个值每次也都会被记起来 我再点一次还是试 它并不会忘记这个值 大家可以花个三秒钟稍微想一下 好 所以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 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 其实这样子对relate来讲 是不是一个side effect 它其实是改变了一个 它希望它是一个pure component 那它改变的是 参照到外面的一个变数 这会有什么问题 它会让我们的这个元件 每一个元件和元件之间 并不是独立的 什么意思 具体来说你看啊 如果现在又多了一个counter 你可以想到它会发生什么事吗 这每个counter之间 彼此应该要是独立 它不应该 也就是说什么叫彼此独立 这个counter起始值应该要是0 这个counter起始值应该要是0 那为什么它们应该要是这样子 这个前几集我们有提过 所以呢 但是如果当我把变数定在外面的时候 你会发现 让我点了一下 它是1 看起来正常 再点一下它是2正常 但当我点它的时候 其实我们应该要预期 因为它们变数 这个元件之间是独立的嘛 我应该要预期说 它应该还是1 对不对 但实际上 它会拿到3 因为它们其实参照的 都是外面这个东西 它让我们的各个元件之间 已经变成不是独立的 这是为什么 我们需要用ref的原因 所以如果我现在把它改回用ref 所以如果我现在把它改回用ref 我把它改回用ref.current的话 你会发现说 这样就能够 每个元件之间它也是彼此就是独立的 当我点了 即使这里是3 它下面这个再点下去 它有保留它自己的状态 它也有保留它自己的状态 这是为什么我们要用ref 当我有一个变数 需要保存起来 但是它又不需要做re-render的 这个动作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用的是 use-ref 好 那这一点还蛮重要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 所以什么时间适合用这个ref呢 其实还有另外像是我们 例如说我们有用setinterval 我们可能会需要把这个id存起来 setinterval回传的id保存起来 但这个id又不会需要用到 又不需要re-render嘛 我们不需要说 这个id改变的时候 我要去re-render的话 不需要 所以这时候也可以用ref把它保存起来 所以它这里就有提用了一个范例 所以我可以呢 把setinterval的值呢保存起来 那下次我要清存的时候呢 我是不是就可以用clearinterval 把这个值清掉 那因为这个值呢 这个intervalid 并不需要 和我们画面的这个re-render 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这时候就是用一个 use-ref的很好的时机 所以它就有提到啦 当一个资讯会 在re-render的时候 使用呢 就请你把它放到这个state里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画面上 会需要用到这个state的话 会需要显示这个state的话 那请你用state 那如果不是的话呢 你只是要在event handler里 或者是改变一些事情 不需要触发re-render的时候 使用ref可能会是一个更好 更有效率的一个方式 那它这里有稍微描述了一下 这个ref and state的差别 有兴趣可以再来看一下 稍微就是像我们刚刚提的这样子 那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里它就是在提说 如果这个 因为你看哦 这个例子跟我们刚刚那个例子 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例子它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是现在它这个点击的次数 要显示在画面上 所以这时候就选择 使用setstate 因为你的 要显示的这个资料 它是在画面上 也是说呢 你每一次点击 你都希望画面re-render嘛 所以这时候就要用state 可是如果我这时候 还是傻傻的用这个ref的话 你就会发现 它永远都不会变 因为你 这个countref里面的 只改变的时候 其实react 并不会触发re-render 因为这里 我们需要显示这个state 刚刚那个例子 不需要显示这个state 它只有用alert的方式 显示出来 那这里非常有趣 它有提到说 你可以想象 useref是怎么实作 其实呢 这个ref的实作 其实很类似 就是我们用了一个usestate 把一个值保存起来 把给进来的这个值保存起来 那我把它存在一个叫做 一个物件里 还有一个current的属性 那这个东西呢 未来都是我自己控制的 所以current要怎么改 我就是自己改 那它在使用的时候 我们只会回传它的这个value 我并不会回传 如果usestate 一般前面是ref嘛 后面是setref 可是在这里呢 我就不把set回传出来给它了 因为我不希望再触发 这个react的re-render 如果是用它的set 就会出发re-render 但我不希望 OK 所以我们就只回传这个 它可以读的这个value回来 最后呢 什么时候适合用ref 例如说你可能想要 这个保存像是intervalid啊 或者是一些时间的东西的时候 那或者像是你可能需要保存 dom的元素 那dom的元素 这个我们会在下一篇才会提到 好 那或者是你有一些物件 是不需要它改变的时候 会导致这个react重新re-render的 也可以使用这个ref 那 最后呢它有提到一些backpractice 像是说 ref应该是平常你可能不太会是直接会想到或需要用到的东西 而是当你发生了上面这些情况的时候 你才会去用到 所以它说ref是一个excapped hatch 就是当有需要的时候 它可能会是你很关键去使用的 那平常大部分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不太会去使用到它 好 然后 但有需要的时候记得就要用它 OK 最后呢 请你不要在render的时间 去读取这个ref.current的值 所以你会看到说 它刚刚在用这个ref.current的时间 不管是读值或设值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在event handler里面 或者是在use effect里面去做这件事情 如果你是在rendering的过程中呢 记得rendering我们前几天有在讲rendering这个字的意思 rendering这个时间呢 你不应该去读取或写这个字 不然你可能会发生一些 不预期的意外产生 唯一的例外是你可以用这个 如果currentref不存在的话 你可以去帮它设一个初始值 这是唯一的一个例外 所以你在使用上的时候呢 其实你就把这个 把这个ref当成一个 一般的一个javascript的物件 来做一个操作就可以了 好 那就是今天这一篇的重点 那有兴趣的可以再继续往后下面 它其实有提供了试题练习题 分别是它适合使用的一个ref的时机 那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再来练习看看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 拜拜 拜拜